非常之歡迎昨天在行會通過了國歌法的草案 亦都很希望能夠快點提交上立法會 其實國歌法今次的立法其實是一個憲制上的要求 因為人大通過了內地版本國歌法 亦都將它列入了基本法的副院三 所以我們香港其實有一個憲制上的責任 是就著國歌法的立法 其實去年在香港也進行過廣泛的資訊 其實現在的立法的原意 其實已經適應了香港的實際情況 亦都是非常之人性化 那我就覺得社會上應該理性討論 不應該將它是危言耸聽的說法 因為其實要去到那個檢控的門檻 或者是犯法的情況 其實就真的要去到一個刻意的轉改 貶選和扭曲唱奏國歌的情況 其實那個檢控的門檻其實都是相當高的 所以市民亦都不需要擔心誤懦罰這個情況 我也希望除非有些人刻意去測試底線 我們覺得不應該 至於你說在立法會宣誓的時間 加入唱奏國歌的儀式 我們覺得是非常之合適的 亦都令到我們的宣誓儀式更加莊嚴 亦都更加是提醒我們議員 我們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局擁護基本法這個精神之下的一種體驗 亦都是提醒我們那個責任和使命所在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議員 就沒有理由說反對在宣誓的時候加入唱奏國歌的儀式 更加也都沒有理由作為議員 作為立法者是知法犯法 會在宣誓的時候唱奏國歌的時候 我相信正常的議員 或者是真心擁護特區和效忠基本法的議員 我相信宣誓的議員就不應該做一些貶選國歌的做法 那我覺得希望接下來的立法的過程 都是能夠順順地利 我們特別是希望政府要加強國歌的教育 不單止對學校裏面的同學要有教育 對社會亦都需要有教育 國歌應該要有個形式怎樣去唱 國歌的歷史 他的價值 我們作為一個公民 是不應該做一些刻意的侮辱的行為 我想這個是要令到市民 理解法例的精神和意思在哪裡 我想這件事 都是政府將來是要做的工作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補充 好 如果沒有的就差不多 好 感謝 谢谢大家